7月24日下午,经历过了台风过境,大雨滴当的北京,天空湛蓝,空气清新,与此同时,网贷行业6月份以来,所遭遇的雷雨天气也有所减弱。 更多建设性的,理性的声音涌现,规范和整治是为了更健康的发展,正在成为边管、协会、网贷机构和投资者的共识,既要保持对于风险的景气,也要认识到行业过去,现在,乃至未来十年对于普惠金融、小微金融发挥的重要作用。 对于风险相对较高的小微、个人和三龙金融、网贷模式从也大处理论、容认风险、收益覆盖风险等角度给出了回答。 据唐明介绍,近期其与一性公司相关同事参加了多个个级监管部门、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牵头的沟通会,都对于网贷行业未来发展给予充分的、正面的、积极的肯定。 例如,对于行业发展中的关键问题,例如借款人逃费债、征信体系建设问题,例如诈骗未发犯罪问题,都会有一系列处置办法。 日前,有媒体报道了引保监会7月16日召开的网贷行业,风险情况专题座谈会的精神,主意指就是防范网贷机构风险爆发和蔓延,稳妥有势推进网贷专项整治工作,一方面要通过严格监管,逐渐挤押不合规企业,释放存量风险,引导行业回归本人,引导良币制逐劣币的市场环境。 另一方面,尽快明确监管政策。 此外,北京市互联网金融风险,专项整治办公室也召开座谈会,北京将加快推荐数据管理机制,良性退出机制,白名单机制,对于监管部门多年来持续打击的借款人恶意逃费债等问题。 唐宁表示,实际上,部分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和网贷机构已经建立了数据共享的机制,今后协会也将加大力度促进更多相关会员机构层入共享。 同时,我们的工作中心也应该包括让借款人了解征信的接入工作,销出部分借款人平台发生了各种情况,借款就不用还为的错误认知和侥幸心理。 对于北京护金整治办,深圳护金整治办,相继宣布,将按照国家统一部署,继续开展P2P网贷现场检查工作,以及多地宣布重启网贷现场检查。 唐宁表示,基于市场各方明确的监管和整治预期是非常重要的,就投部企业而言,之前也一直在努力拥抱监管和相关标准。 目前,北京市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的白名单位度,主要也是将以前的要求,进行系统化建设,很多投部企业自身就是达标的。 唐宁同时认为,网贷行业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创新,以降低市场风险。 例如,与国际化的传统金融机构进行合作包括接受对方充分,严谨的尽职调查,与保险公司合作降低投资者风险等等。 在目前行业遇到的困难情况下,源自于全面了解,正确评价的信息,合理性预期是最重要的。 本月子正确预报,更多精彩资讯,请来金融界网站www.grjcom.cn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